黄子焦面无表情 头戴鸭舌帽 和律师快步走出底检树 去年8月现身开庭 面对媒体提问他不发抑郁 因无故持有未成年吸引相案 4月3号检方因出犯 加上主动坦承以120万元 获得还起诉处分 但似乎在舆论压力下判决打逆转 高检署撤销了还起诉处分 台北地检署经过重新侦办后 5月17号黄子焦改为了起诉处分 做错事就认了吧 该被处罚就处罚了啦 当时所属经纪公司发出律师 喊称黄子焦藏有未成年影片 仅有7部 强调创意私房早在2021年 就已经被检警破获 黄子焦不可能到了2023年 还透过该网站购买影片 不管数目嘛 一部也是叫做违法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仅有的用词 不是很恰当 仅有7部错就错了啦 回顾事件黄子焦遭民众告发 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 检察官在2023年8月4号 搜索约谈当中 从黄子焦住处查扣的证物当中 发现随身硬碟里藏有7部 未成年女子性交影片 黄子焦坦诚罪行 自愿交出档案销毁 获判还起诉处分 4月4号晚间 他亲自发文表示 我知道错了就是错 委任律师也发出声明 但就是这律师函惹怒社会大众 也让高检署认为他并未真心悔过 质疑检方还起诉处分过清 检察官再次调查后决定提起公诉 高检署认为这影响整个社会的氛围 因此将这个案件再发回到地检署来重新审理 而新的地检署检察官也认为 这已经影响整个社会的社会秩序 因此也将这个案件主动的提起公诉 他的制裁会有嚇阻的功能 尤其是公共人物 那你在言行局应该更要小心 还起诉变成提起公诉 如今黄自焦必须正上法庭 对所犯下的错误接受审判 欢迎新闻吴正希艾淳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黄云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